基层公务员调薪15% 高管调薪7% 这让私企员工眼红不已 纷纷发出灵魂拷问 为啥好事都没轮到我 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指出 微型集中小企业 要跟公务员一样大幅加薪 难啊 这里有五大理由 一 现金流紧张 营运利润缩水5-10% 都里没钱 哪来的勇气加薪 二 高绩效员工留不住 商业机会也没多少 想加薪 有点难 三 赚得少成本高 连原料都在涨价 别说加薪 能撑下去就不错了 四 微中小企老板们 已经向各大机构求情 希望能分期付款缴费 真的是拿不出钱来啊 五 别拿大公司当标准 微中小企可是小本经营 支付最低工资已是极限 别拿为他们了 顾连建议政府 向美国日本和韩国看齐 免除微中小企雇主的 最低薪资保护要求 与此同时 政府可以提供现金奖励 帮助微中小企雇主逐步提升薪金 政府需要确保新的最低薪资标准 不会给私人企业 尤其是微中小企带来额外负担 毕竟他们的现金流早已捉襟见肘